人在深海游泳,想上船时却发现,游艇的梯子没有放下来,梯子需要从内部打开,光秃秃的船面根本无法攀爬,竟然瞬间慌了神,在这一望无际的深海,他们随时可能被鲨鱼攻击,甚至活活饿死淹死,小美的女儿还在船舱里没人照料,游艇的主人小帅想踩着充气海豚爬上去,可还没爬上去就翻了下来,海豚也漏了气,他们又想尝试抓着旗子爬上去,可旗子根本承受不住一个人的体重,直接被拉断了,直接一分一秒的过去, 有的人已经快游不动了,可他们仍然束手无策,他们质问小帅还有没有上船的办法,毕竟这是他的船,可小帅却说这船他刚买没多久,他也不太清楚,既然开始埋怨小帅,不仅忘记放梯子,还强行把孔水的小美拉下水,连个开楼梯的人也没有,突然他们听到了一阵手机铃声,众人寻声有趣,发现放手机的衣服一半在船舱外,小帅肯定一跃把衣服拽了下来,他们手忙脚乱地掏出手机,可手机由于被水浸泡,再加上海面信号不好,根本打不通电 众人无比沮丧,由于长时间游泳卷毛也大腿抽筋,突然一艘游艇经过,他们张开双臂疯狂推舞,可对面游艇的人却以为他们是在打招呼,然后就眼睁睁地开走了,如今他们该怎么办,小帅突然有了一个计划,他让所有人把并不富裕的衣服脱下来,人被困海面上不了船,小帅突然提议,所有人把并不富裕的衣服脱下来,然后把衣服绑成绳索爬上游艇,小帅成功将绳索卡在了游艇的栏杆上,大家非常兴奋,感觉脱困 再急,马上就要爬上甲板,可衣服却承受不住重量被扯断,希望再一次破灭,眼看没办法爬上甲板,卷毛咬住一把仅有的匕首潜入船底,想查看是否有打开舱门的办法,可是船底完全密封毫无办法,卷毛也快没气了,他刚准备返回海面,匕首却不慎掉落,他快速下前捡回匕首,可由于憋气太久,他着急上浮没看清路线,头部狠狠地撞到了游艇的螺旋桨上,他忍着剧痛浮出水面,耳朵却涌出了鲜血, 生命垂微,看着受伤的卷毛,胡子哥既愤怒又着急,他拿起匕首奋力地插进船体,想要撬开楼梯,小帅看到船体受损心疼不已,由过去想要阻止胡子哥,两个人争夺刀子,突然小帅失手划破了胡子哥的肚子,鲜血顿时染红了周围的海水,在海里根本无法止住伤口,不一会胡子哥就因为失血过多而死,小帅非常自责,可突然他们发现小黄不见了,原来小黄看到鲜血怕引来鲨鱼,赶紧躲得远远的,可讽刺的是他 水性不好,没一会就体力透支,香无声息地沉入了海底,因为小帅的大意和自私,让两个好友相继于命,重伤的卷毛抑制不住愤怒,狠狠地给了小帅一拳,事到如今,小帅只能懊悔地说出自己的秘密 小帅的虚荣和大意,六个人被困海里上不了船,其中两人还因为他而命丧于此,游艇上婴儿害怕地哭喊,急坏了小美,小帅只好自责地告诉大家实情,其实这艘游艇根本不是他的,他只是一个底层的打工人 虚荣心作祟让他偷偷把老板的游艇开了出来,船体损坏他没法跟老板交代,才失手害死了胡子哥 此刻他懊悔不已,可于是无补,他们被困海里已经六个小时,孤立无援,又冷又渴,胡子哥的女友不想坐以待毙,他打算又出去寻找救援,可这儿距离陆地十几公里 他这一跌,就再也没有回来,不知是生是死,到了夜晚,大雨倾盆,头部受伤的卷毛终于还是挺不住了,他死在了小美的怀抱中 六个人就剩下小美和小帅还活着,海面的风浪越来越大,两人陷入了绝望 小帅看着手中的潜水镜想到了什么,他奋力地敲开潜水镜 用镜片卡在船体的缝隙中,勉强固定住了身体,然后让小美踩着他的身体爬上去 这是最后的办法了,小美经过几次尝试终于爬上了甲板,他赶快打开梯子,然后直奔船舱安抚宝宝 小帅看着眼前的梯子却没有上来,因为他的虚荣和自大害死了四位好友 他没脸活下去,小美将孩子哄睡发现小帅却没有上来 他克服恐惧跳入水中,好不容易找到小帅,可他早已溺亡 最终,六个人只有小美活了下来,这部电影成本极小,只有六个人和一艘船 却给观众带来了最真实绝望的恐怖 在生活中,看似不起眼的说故,往往会酿成大祸